然後我爸手上就拿了 四張五百塊 他就一人給我們一張 那時候我還拿到的時候 我還很開心 我就想說 爸爸給零用錢 五百塊好多 然後就給完之後 我們就拿著 然後爸爸就說 這是我身上僅有的現金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個錢是我最後給你們的錢 然後你們就是好好的發 就是照顧好自己 然後所有的債 都不關你們兄妹的事情 爸爸媽 因為這是爸爸媽媽欠的 所以爸爸媽媽他們去還 然後這五百塊 就等於是我們的 有點像人家家家那種 就是我就是從這五百塊開始 我就開始存錢 然後最後我還是在那種報紙上 看到就是某某水電行倒閉 然後倒閉幾千萬這樣 我才知道原來 你知道在四十年前 我們家那種幾千萬 很大 然後我才知道我們家 原來欠了那麼多錢 可是因為他是作帳 然後因為我媽媽的店 還是要繼續營業 因為不然的話就沒有收入這樣 所以我們就還是要 繼續營業這間店 就變成我們有兩年 是沒有收入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就會 把自己的錢生下來 然後沒有吃飯 然後把那個錢給我 然後那時候 其實晚上的時候 我媽媽 對不起 到現在還是很心疼媽媽 對 小時候的時候 媽媽在 都會先把我哄睡 謝謝 她會先把我哄睡 然後自己一個人 在客廳籌錢 然後她自己會偷哭 從來沒有在我面前哭過 但是因為她自己一個人 要養我 然後那個時候再加上 剛好外公外婆有點狀況 就是外婆中風 所以那時候我媽媽 就是自己一個人 我就記得我小時候 在房間的時候 就偷開那個 因為聽到媽媽在外面有聲音 就偷開那個門的時候 就看到我媽媽自己一個人在哭 我就覺得我爸媽 好像一開始就是對的 她只是怕我會辛苦 對 她其實是 就是他們會怕我 走冤忘路 對 走冤忘路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是 不支持 那後來 知道這個設計 是不能做的時候 我就在家裡 就是 就是擺爛了一年 對 所以思索未來怎麼辦 對 因為我就不知 我就開始有點慌 因為我做了這麼多工作 我就是在找我的目標 可是就是畢業之後 就休學那一年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對 我那時候在就是 擺爛的過程當中 然後我爸爸就只問我一句說 你有錢吃飯嗎 對 因為我從前面到後面 沒有跟家裡拿過半毛錢 然後我爸就問我一句 你有錢吃飯嗎 我爸爸就偷偷塞了三千塊 對 在我的口袋裡面 那他就是說 就是要記得吃飯這樣子 然後我當時會覺得自己很沒用